这个视频我们来一起学习一下 波澜壮阔的三国演绎 要说中国古代最有人气的历史阶段 三国绝对是名列前茅 短短的八十余年历史中 诞生了曹操 刘备 孙权这样的大英雄 爆发了关渡之战 赤壁之战这样的大战争 产生了草船借鉴 空城记这样的大智慧 难怪自三国以后 大家都一直在怀念那个英雄辈出的时代 在唐朝 杜牧就曾经引勇了赤壁一诗 到了宋代 苏氏则创作了念奴交赤壁怀骨 而到了元朝 数不胜数的三国戏 则一直在舞台上上演 终于在明朝的时候 伟大的文学家罗冠忠 在三国志的基础上 又吸收了前人的创作精华 写就了这本《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最令人惊叹的 当属它极具创造性的叙事结构 三国历史纷繁复杂 如果单纯按照时间来叙述 则故事不紧凑 不紧张 如果按照国家分开来写 则内容割裂 没有情节可言 如果按照人物分别来写呢 则难以从大局来掌握情节 面对这种情况 罗冠忠开始寻找三国中最有吸引力的故事 董卓作乱 关羽之死 六出奇山等十六个情节 呼之欲出 将这十六个小故事写好 不就等于将三国写好了吗 这种化整为零的写法 也为以后的历史小说提供了写作范式 但是三国演义虽然是历史小说 但并不是真正的历史 它的第二个特点便是七分识 三分虚 罗冠忠为了在故事中尊崇刘备 贬义曹操 也为了让情节更吸引人 对历史进行了一些改编 比如大家熟知的情节 关云长 温酒斩华雄 在书中关羽鹦鹉霸气 手起刀落就将华雄斩落马下 而真实的历史中 如此鹦鹉的可不是关羽 而是孙权的父亲 孙坚 为了突出关羽的神武 就只好委屈可怜的孙坚 把这份功绩交给关羽了 像这样的虚构情节不胜枚举 大家在看书的时候 可不要真的当成历史来看哦 三国演义之所以名扬天下 还在于这本书对战争的刻画 入目三分 比如三鹰战吕布这样的马战 火烧心野这样的火战 水烟七军这样的水战 在书中是比比皆是 而连环纪空城纪这样的制斗 也是非常多件 当然写好这些小细节 对于作家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 而罗冠中的厉害之处就在于 他将马战水战火战制斗 这些情节融会一炉 造就了惊心动魄的战争史诗描写 三国演义中的三大战争 关渡之战 赤壁之战 移令之战 就是战争描写的三个高峰 其他作家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描写 也只能甘拜下风了 三国演义 人物形象刻画鲜明 战争场面描绘宏伟 文学性很强 很适合各位同学阅读 而且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 也会常常提到 像扶不起的阿斗 说曹操曹操道 这样的三国典故 看来不懂三国 居然都会让自己和他人的交流 受到影响 那就别磨蹭 赶紧找三国来看看吧 我们这一讲就先讲到这 下一讲是青梅竹酒论英雄 现在赶紧去答题抢金币吧